近期受疫情影响 口罩等防护用品热销 一些商家为了赚钱 竟将三无口罩当作一用口罩销售 东阳市公安局 市场监管局就联合查处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根据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网络舆情监测 东阳市江北街道一小区有人通过网上店铺等渠道 售卖三无劣质口罩 到了现场之后 发现这是一个淘宝碗店的一个办公室 还有一个仓储地 然后发现里面有大量的口罩 经过现场清点 里面有那个 纸带有英文字样的 然后没有生产日期的口罩是两万五千多个 还有一种是口罩上面只写着口罩两个字 就是英文字了 口罩两个英文字的那个口罩是三万多个 民警调查发现 这些口罩不仅没有厂名 厂纸等中文标识 网店在销售时还以医用口罩进行宣传 仅一天的销量就达七百多万元 那个大年初二 那一天 那个他以医用口罩免疫 当天就卖出去了 那个销售金额达到了七百多万 然后他整一个销售金额是一千多万 口罩数量的话是五百万只稍微不到一点 他自己也知道这个不是医用口罩 他只是一种普通的口罩 据犯罪嫌疑人卢某交代 网店原本销售袜子等产品 在发现口罩热销后 他们就找到货源 在网店上将这些口罩宣传为一次性医用口罩 经调查 在收到假冒医用口罩后 大量消费者对这家网店进行了投诉 他那个收到了很多很多的投诉 他也收到了就是说消费者的一个短信轰炸 那个消费者就直接骂他嘛 说他那个用这种赚这种黑心钱 就是卖给我们这种这么差的口罩 当医用口罩拿来卖 然后他自己就感到很害怕 然后他也马上把这个名字给改掉 改成那普通防护口罩 他改成普通防护口罩之后 他这个销量就急剧下跌 他一天最多就成交了几万档 他说就是一两万档字的这个样子 原来那个一天七百多万的销售额赖币 就是断崖式的下跌了 目前卢某等三名犯罪嫌疑人 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被监视居住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我们下期见